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美的剑网三友爱COSER嘉宾大方阵 首先向我们走来的是五读COSER队 剑网三七周年COSER大赛最佳团队奖代表 小胜 济鱼 游三 陈小珠 虫仲 正代COSER陈小珠和鸡萌小秀罗虫仲仲 与剑网三一路着上成长的他们 萌的力量感受到了吗 阴川蝴蝶珠 月里央 剑网三七周年COSER大赛最佳个人奖得主 清秀俊郎特会摆pose的道长 尹川蝴蝶珠 以及心灵手巧自知天策昏福的军娘 月里央 怀燕 藏武爷 传说中以软昧之声 诠释玉界神韵的金牌搭档COSER 番茄兔 春山 来自巴蜀四川的高颜值麻辣COSER组合 不知道他们今天有没有带好吃的 Killory 莉莉 青野娃娃 气质的一姐莉莉今天出的是苏曼莎 还有蒙变十二门派的大眼睛小盖罗 奇野娃娃 西诺峰 这是我们汇变魔术的花哥哥西诺峰 还要现场变花花给我们大家哦 二鬼 西子 自称COS圈泥石流的二鬼 七周年COS大赛个人奖 今天出的是陆燕尔 还记得去年渐网三六周年 美丽的茶馆老板娘赵云瑞吗 今天老板娘西子发家致富 穿上了粉白菜 成都秧歌团 这个由COS爱好者自发组织的 专业COS团体 以舞蹈和舞台表演建长 代表作剑网三COS剧 七秀密室 红毯嘉宾 幽灵 幽小莫 神魔警 还记得剑网三COS电影神作 光明之子和光明的二儿子吗 连续三年获得 ChinaJoy电影艺术大赛 金奖的COS社团神魔警来了 红毯嘉宾 小瑶 紫言 成都力量熊猫 用极致匠人的情怀 去做最天马行空的事 只求最完美的还原 这就是成都力量熊猫 代表作 并风超 万花鼓 红毯嘉宾 猫输月子 魅罗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山海记 由安熙千岁所带领的 山海记COSPLAY团队 以气势逼人 华丽多目的 多元歌舞剧表演形式而著称 代表作赤血金国歌 金龙奖全国总局赛金奖作品 心盖中盖高盖片 今年豪华的全门派COS阵容 将为我们带来 高燃演出 及精心准备的舞台剧目 欢迎他们 暗容骑士团 描绘心中江湖 演绎梦想传奇 由瘦瘦领先 多次荣获CJ最佳舞台效果奖 最佳动作设计奖的 暗容骑士团 代表作 剑网3COS舞台剧 安史之乱 苍雀云杀 天哪 好多苍雲大兄弟啊 期待他们为我们带来的 精彩表演 接下来出场的 是萌萌的剑网3 有声配音加密防战了 其中有各种耳熟能详的声音 准备好尖叫了吗 阿瑞 望月幽 那乐不分 杜骁魂 最新登场的是 剑网3有爱情缘组合 今天也依旧甜蜜恩爱了 代表作 攻防抖腿阵营神曲 沙法 出鞘 景象神医 福梦若微 这是有爱的同人CV组合 本体是秀秀的军爷专业户 景象神医 代表作 听了没奸选 我收了七个徒弟 和一直在游戏中 被当作人妖的剑纯 道姑专业户 福梦若微 代表作 我的一个道姑朋友 宣纵龙盘 来自生之义文化的 霸道总裁款 迷人公医宣纵 还有温柔暖心的盘老师 龙盘 代表作 这男子 泽西锅 新生代配音团队 恶人谷配音组 创始人 泽西锅 剑王三 墨语配音者 代表作 亲爱的公主病 麦克 阿策 帅气 邪美工医 剑王三 官方配音 李菊 李承恩 龙盈 音霞老鬼 两位萌萌的大叔组合 非常传奇 他们就是我们龙盈书 见了三官方御用旁白 以及NPC 唐冰皇的配音者 还有我们的音霞老鬼鬼书 高呼无名 阿萨星 受伤 琴姐哥 木帮主 灵魂歌姬 男蛇精三人组 演音国 露娃露娃 转火万花等 洗脑神曲 受伤 配音翻唱全能的UP主 琴姐哥 今天有没有带 时尚时尚 最时尚的打狗棒 还有我们的帮主 八点道 著名魔性UP主 木帮主 再见网三 下一句 你们懂的 随之出场的是 剑网三画手 视频有爱嘉宾方阵 首先出场的是 扶苏友情 毛山道士 剑网三唱完小攻略 游戏视频解说UP主 多才多艺的喵哥 扶苏友情 微博人机段子手 揭秘新轻功的代价 君爷充满父爱 纯阳见不得别人帅 总不说的 毛山道士 小超飞翔 小波浪 视频导演二人组 七周年视频大赛 最具潜力奖 清语流神迹传说 导演小超飞翔 七周年视频大赛 最佳编辑戏 无名策划编剧 秦风花姐 小波浪 晋阳公子 六道必落 大家熟知的 静网三MMD达人 B站著名UP主 晋阳公子代表作用 极乐净土 六道必落代表作 小孩蓝当 斯牟克 专注剑网三游戏视频剧的 全能网络影音工作室 斯牟克 展春剑 江湖论剑 均出自他们之手 今天来到场的是 视频导演 绿度肉包子 音频策划 音频策划 人生桃子 三个操汉 一个软妹组 粗暴中带着 悉尼少女心的 故事制作团队 三操代表作 梅间雪 降网三 睡前故事系列 红毯嘉宾 负责人 兼主策划 清瑜 有爱视频导演 本草松兰 到乡村 以作品厚重大气 助身的老牌知名 视频团队 创作过 浑伤迪花宫 雪魔王夷峰 江湿围城 等优秀视频作品 今天的红毯嘉宾 视频导演 连烟万重山 唐八狗 桃花柳火 有爱画手方阵 首先出场的是 我们少女画手二人组 以少女温馨恋爱 故事建长的 灵魂画机 唐八狗 唐八狗 什么时候会更新呢 还有我们小侯爷 和二狗的故事 长歌当笑的作者 桃花柳火 千宁摇摇将 迷茫的Kirana 借往三 壮志铃鱼 唯美青东壁纸作者 千宁 本次同仁插画大赛 最佳意境奖得主 山盟画手Kirana 也是我们同仁漫画大赛 综合大奖得主 郭小天 奶老板 时尚时尚最时尚的 剑三先生画手 郭小天 魔心称霸 现搞狂活 简单粗暴 外观有毒的画手 奶老板 邓囊 大聪军 暗黑风 剑往三机甲系列 漫画大唐魂的作者 帅气的邓哥 邓昂 以及用剑往三成女系列插画 美孤一票人 专注买买买的画手 大聪军 飞沫 国内知名插画师 以写实奇幻风格文明 笔下的剑往三 全门派成的系列 也是帅得不要不要的哦 那么接下来向我们迎面走来的是 有爱音乐嘉宾防阵 首先是此间不语制作组 新晋优秀音乐制作团队 代表作剑往三掌门群像 竹世行 七周年音乐大赛最佳原创歌曲奖得主 红毯嘉宾思许 鸡三歌曲制作组 专注于剑往三同人音乐制作 七周年音乐大赛最佳填词翻唱奖获奖团队 代表作剑往三全门派七夕主题曲 良辰佳景 红毯嘉宾魅玲 一恋新居 2016年度二次元风云榜十佳团队 由热爱音乐的新生带力量组成 代表作剑往三同人歌曲七琴 红毯嘉宾歌手叶天兴 招岩祖 官方唐门正台宣传曲 萌动江湖的创作团队招岩祖 红毯嘉宾 创作小能手Aris七叶 千水宁兰 以创作小说主题曲建长的原创音乐团队 音乐风格以古风为主流行为辅 红毯嘉宾团长飞音 归须原创音乐团队 成立于13年 致力于原创音乐的同人团队 代表作隐身木鳄沙伐 红毯嘉宾 归须原创音乐团队负责人余之 平沙洛艳 以中国风及校园清新等多种风格 著称的原创音乐团队 剑网三同人音乐代表作 苍云携天同苍 红毯嘉宾 平沙洛艳歌手卡修 鲁凤鲁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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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月 新音社 新生代原创音乐力量 擅长明月与摇滚等多种流行元素的融合 代表作界网三同人音乐专辑 千顶单膝万里路 荒坦嘉宾 身拼拼罗皮的抠脚大叔 新音社小宇社长 莫名其妙 老牌著名原创音乐兴团莫名其妙 音乐风格 作品风格多元 唱导流行相对论 万有引力向鼓风等创作思想 将传统音乐与流行元素相结合 打造富有现代气息 又不失古运的系列音乐作品 鸿塔嘉宾 歌手诚意 代表作当归两地书 音频怪物 知名古风男歌手音频怪物 拥有腹肌与林线的老妖视野 剑王森歌曲代表作夜火苍云歌 渐胆情星 然后接下来终于轮到我们的配音方阵了 各种耳熟能详的声音 准备好金家了吗 首先上场的是英雄联盟 英雄联盟 国内著名声优团队 用心与专业精神 助力有声音梦想的年轻人 成就偶像梦 谢天天 电影飞机总动员 德思琪 动画中国经济先生 王小二 界网三官方NBC 卡卢比配音 冯俊华 假镜文版电视剧 倚天屠龙记 赵敏 动画纳米核心 瑞 赫雅 剑网三官方NBC 于瑞配音 夏磊 零八版电视剧 热雕英雄传 欧阳克 动画 则天记 唐三十六 剑网三官方NBC 袁明雅配音 沈拿威 动画 秦时明月 向少雨 电影 哈利波特 系列 罗恩 剑网三官方配音 北斗企鹅工作室 北斗企鹅工作室 是中国首家专注于ACG领域的专业声音演员团队 成立至今已制作百部筷制人口的动画和游戏作品 红毯嘉宾 黄真介 北斗企鹅联合创始人 代表作 《哆啦A梦》新大雄的日本诞生 小夫 剑网三官方配音 山星 中国新生代领军配音演员 代表作 《哆啦A梦》新大雄的日本诞生 《哆啦A梦》 剑网三官方配音 以曝光角色小七 又五月山 新生代优秀声音演员 ACG优秀歌手主持人 代表作 《火影忍者博人传》 《漩涡向日葵》 剑网三官方配音 图特哈蒙 知名声音演员 汇仪师 代表作 《疯狂动物城牛局长》 剑网三官方配音 边疆工作室 由知名配音导演 配音演员 边疆成立 今天的红台 也是边疆老师亲自上阵哦 坐在身边的是边疆工作室的艺人总监 徐玉然 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相信边疆老师的代表作 大家一定不陌生啊 老九门的张大佛爷张启珊 无心法师的无心 以及我们官方NPC配音 以曝光角色有杨清岳 729升工厂 16年正式改组 主要活跃于游戏动画配音领域的 729升工厂 红台嘉宾 负责人阿杰 国内著名配音演员 声音清朗华丽富于变化 代表作 《十万个冷笑话》 大鱼海棠 狼牙榜等 剑网三官方NPC配音 以曝光角色 枫叶北 Maggie小麦姐 国内著名配音演员 剑网三官方NPC沙利亚配音 有多少少伙伴想求大扇子的 前方走来的是来自各大直播平台的 剑网三主播方阵 他们是和剑网三 竞技大师邀请赛的前三队伍 一起向我们走来咯 首相迎来的是大兄姐姐月威 副分总是出玄机 散排战场实验柜 唱歌让人很心碎的女主播大兄姐姐 和剑网三全能主播月威 资深吃货成就狂活 李寒风 骤阳 人气主播 2015年剑网三线下赛亚军 人称李道长的李寒风 剑网三知名游戏攻略解说 幽默欢快二大爷喷气机 骤阳 月昼 童话 剑网三主播月昼 知名天策玩家 半年年代包揽泪台泪主 人送外号天策父第一毒奶 剑网三主播童话 知名唐门玩家 直播风格优惑斗乐 人送外号德云社相声主播 同一刀 阿琪 阿梦 剑网三主播阿琪 第六届明鉴大宋 3v3电信赛区第一名 剑网三主播阿梦 风趣幽默的竞技场职业玩家 人称国服第一奶寿 剑网三信计大师邀请赛 继军队伍听说前方没有藏剑 来自电信六区红尘寻梦 自称最傻的苍云 最吃藕的藏剑 最机智的长歌 今天的红坦嘉宾 花舞剑小阿月妹 剑网三竞技大师邀请赛 亚军队伍听说气唇两仪不掉血 来自电信四区蝶恋花 他们派出的红坦嘉宾是 燕梨 剑网三竞技大师邀请赛 冠军队伍莫撒其心 来自网通一二区 飞龙在天服务器 今天的红坦代表是 双花哥 蓝崔玉哲 小凤哥 接下来是我们的 重磅嘉宾方阵 让我们一起欢呼 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资源文化 来自大藏剑山庄杭州的资源文化 旗下现有304 COSMOS两大团体 304文化多次夺得 国家级赛事桂冠 并受到国家级奖励扶持 COSMOS主打艺能偶像男团 探索跨资源多元化新路线 2015年起 资源文化更将重心转移至 影视剧创作 神秘新作陆续曝光 红坦嘉宾 校长 资源文化CEO 304文化创始人 小丸子 资源文化艺人总监 鸭切 国内著名COSER演员 也是健男前新资料片中 优雅端庄的长歌师姐 惊鸿起舞的心语秀娘 百变的鸦切女神 黄敬翔 国内著名COSER 模特演员 他是我们艺术临风的 长歌师弟小才 李向哲 来自COSMOS工作室 1米92的高颜值 唱跳行男 鞋少 喜爱尝试各种角色的COSER 还记得雌雄莫变的牡丹吗 他今天出的角色是 鱼半写 一挂多少钱 黑天视觉工作室 隶属成都天奇文化 来自大巴鼠成都精英COSER组成的 国内COS天团 先后推出盗墓笔记 竹浪飞花 三体等多不精品作品 2014年推出国内第一部 二次元网络剧 古蜀遗宗 2016年推出网络剧 我的吸血鬼男友 点击过异 开启二次元IP 真人影视的新篇章 他们也是我们 剑网三唐门 正太一家亲系列 官方COS合作 听说他们这次还带来了 神秘演出 大家期待吗 后台嘉宾有 真的蔡蔡 国内著名COSER 毕业于清华大学的 高颜值学霸 她是帅气性感的炮解 也是不识烟火的 清冷道姑 小宇 黑天工作室旗下 国内超人气COSER 火辣身材和邪魅微笑 就是她的标志 西西 卖蒙就是正义 蒙动巴鼠的 健网三小正太COSER 沙包 七周年COS大赛 个人大奖得主 禁语系大师 就是她 玉座工作室 由中国COS界 笔组黄山创建 以河童 紫棠秀 清雪等国内 殿堂级明星COSER 为核心的 国内顶级工作室 作品大气华丽 精良优质 富含底蕴 黄山 玉座文化CEO 中国著名COSER 装校师 人形师 河童 中国著名COSER 动漫主持人 马儿 玉座工作室 运营总监 七雪 紫棠秀 正名COSER 七秀 ZP二人组 代表作 七霞武艺 逆水寒 剑网三 多门派大作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 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 艺术传承的 艺术家前辈们 首先走过来的是 广东乐剧院 让我们欢迎他们 广东乐剧院 与剑网三联手打造 全国首部游戏 传统艺术先锋 跨界代表作 剑网三 乐剧 决战天策服的主创团队 这部剧 在去年一举夺得了 2015中国传统戏曲票房 2015中国新创 传统戏曲票房 双秒冠军 今天的红打嘉宾分别是 曾小敏 国家一级演员 乐剧决战天策服监制 严云涛 广东乐剧院二团团长 乐剧决战天策服 演出统筹 冯敬华 国家一级演员 广东乐剧院创作 研究中心主任 乐剧决战天策服 项目负责人 李承恩扮演者 玲珑问情 联合发起人及编剧 冯敏仪 项目统筹及编剧 陈延玲 化妆造型设计 杨月华 道具制作设计 黄宇 项目宣传 彩蛋 安禄山扮演者 朱建豪 舞蹈设计 动画制作 动效设计制作 赵茶扮演者 黄春强 国家二级演员 广东乐剧团 一团副团长 武打设计 唐茂谷扮演者 淡敏仪 广东乐剧院 优秀青年演员 小鸡扮演者 朱鸿兴 广东乐剧院 优秀青年演员 舞蹈设计 古智兰扮演者 险建堂 国家二级演员 惠海扮演者 苏国进 广东乐剧院 优秀青年演员 舞打设计 福卓妍 广东乐剧院 优秀青年演员 项目宣传 还有广东乐剧院 优秀青年演员们 李玉琪 康建 李元冰 张建聘 险中仪 周杰颖 李志航 唐思果 让我们一起期待 他们今晚的精彩表演 接下来走来的是 天一琴茶 胡霞 中国古琴研究会副会长 天一琴茶联合创始人 海底 国乐团艺术导师 剑网三古琴顾问 柴云哲 杭州市传统文化促进 国乐委员会常务副会长 海底国乐团团长 鲁露空虹 接下来向我们走过来的是 琴摩高降停扮相的 剑网三空虹顾问 国宝级的空虹演奏家 鲁露老师 中国音乐家协会 空虹研究会 秘书长 中国空虹鲁军人 刚从新疆结束 全球首场沙漠空虹音乐会 受到新华社和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厅 重点报道的他 又马不停蹄地 来到了我们828的现场 随情的还有 鲁露空虹策创人周宝华 和可爱的小高降停 吴杨子 罗小音 著名音乐制作人 剑侠音乐之父 被称为网络音乐游戏第一人 从为剑侠情缘创作主题歌 笑问情缘 开创游戏主题歌先河 之后又为剑侠情缘 创作一系列 筷子人口的主题歌曲 欢迎小音老师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 来自神秘西山区 北美分部的海外小伙伴 来一起跟我们say hi吧 首先造场的代表分别是 Lim 高级技术总监 负责动画状态机等模块 参与过模拟城市等 Carol 技术美术总监 负责场景生成等模块 代表作用光之子 蝙蝠侠复仇等 Robot 技术美术总监 负责地形生成等模块 代表作用细胞分裂6 彩虹6号等 让我们欢迎他们 屏住呼吸 最后的最后 还有我们的剑网三 研发天团代表 他们分别是大家非常喜爱的 剑网三主策画 鱼玉贤 咸鱼 陪伴我们历练江湖的 剑网三文案主策画 杨宝哥 剑网三测试总监张义 程序总监陈杰 大管家项目经理李凯 以及我们非常熟悉的 剑网三艺术总监李约 和3D程序大神杨林 最后是美貌与智慧并存 英雄与狭义化身 酒窝杀手布老传说 可爱有名人的蒙系霸道总裁 这是万众期待的 剑网三制作人 西山居副总裁 COO郭萌萌 郭大侠 哇我们现场的观众非常的热情啊 哇是啊 简直根本听不下来 是的 看到我们郭大侠 都已经是激动的 不能自己啊 好了 那今天我们这些 红毯嘉宾呢 已经是暂时的告一段落了 相信大家看到这些嘉宾之后 大概能猜得出来 待会儿的节目是有多么的精彩了 是的 相信大家已经坐不住 迫不及待的 迫切看到之后的节目了 那我们话也不多说了 是的 我马上期待精彩节目的开始吧 谢谢大家